大家好 我是小琪 我面前的这一盆就是一盆矮牵牛 我当时栽到这个盆里的时候给大家看过 栽上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当时栽上苗子并不大 现在已经彻底的包盆了 而且一个花苞也没长出来 但是呢 长这么大了以后 现在逐渐的开始往外出花苞了 其实矮牵牛想要包盆的话 前期让它长苗子 让它长特芽 特芽长的越多 到时候直接让它开花 开花包盆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我就是这么养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养它一定要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盆土前往别缺少水分 一般土表干下去一两公分 直时的给它去浇透水 然后呢 再去给它定期的补充肥料 前期长苗的时候 我们肥料的话 尽可能去选择用这种花多多的十号 花多多的十号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 它绝对就不会长出花苞来 只会快速的长枝条 枝条有一个别的长长了 及时的给它短节 它会快速的长出侧牙来 等到蜘蛛长得足够大了以后 一定要记住 这是个时候就要让它开花了 我们去选择肥料的话 尽可能选择磷酸二青甲 磷酸二青甲 一个月两到三次 它就能够快速的长出花苞来 光照充足 肥料别缺失 用对肥料生长的时候 快速的生长 开花的时候 接着就长出花苞来 直接一次性开花苞盆 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爱前牛的养活方法 这个样品是不是交的 作业交的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您想要养的话 按照小七说的方法去试一下 把这几点给它做好了 就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一定要记住 盆土比较 盆比较小的话 一定要在盆土的表面 微弱的肥劲不会缺少养分 才能够养好它 好了 先继续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小七 谢谢大家